也没有谁能够一直一直陪着你,总有些事情,你必须要自己面对,自己解决,而孤独不过是一种人生状态,你依然可以在这个状态里做很多事情,决定放弃了的事,就请放弃的干干净净,那些决定再也不见面的人,就真的不要见面了,请不要让我再做背叛自己的事了。 如果要爱别人,就请先好好爱自己,恋爱中毒,我容易被感动,也容易满足,也许别人不经意对我的好,我会一直记得,我不坚强也不爱防备,我唯一能给别人的就是绝对的信任,不是真心就不要随意插足我的生活。 思不抱怨,靠自己,因为久了你就会发现,抱怨除了扰乱你和别人的心情,屁股都没有,有些事,经历过就好,正如有些人,遇见了就好。 至于有没有成功,至于有没有在一起,真的没那重要,到最后,我们终将发现,让我们成长的,让我们怀念的,永远都是过程。 想要看清智时,就需要一些疼痛,你必须明白,要走的人你留不住,撞睡的人你叫不醒,不爱你的人你感动不了,不打扰,才是最后的温柔,或许,有些爱,只能止于唇齿,隐于岁月,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,你每天都在喝。 不要羡慕别人喝的饮料,有各种颜色,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,人生不是靠心情活着,而要靠心态去生活,调整心态看生活,处处都是阳光,八不要总是被爱人的言语所左右,我们只要明白自己是怎样一个人,该做怎样的事就好。 九人之间的关系,不一定从陌生境下为舒适,从舒适下陌生,同样是正确进展,严格零,十一个圈子,也是会担当,大家总要自己的事情要做,不要总想着群体行动,也要学会自己一个人成长,一直冷漠的人就会挥手说再见,容易亲近的人就点点头说你好。 十一,其实,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放手的,十日渐远,当你回望,你会发现,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东西,只是生命里的一块跳板,令你成长。 十二,坚持你喜欢的,尊重你不理解的,是成年人社交的基本礼仪,少去破坏别人的性质。 十三是一切,并不一定会上一致,只有吃了一定数量的钱之后,人才会在一些细节,轻微的注意下,因为摔得足够疼了。 十四,身边没似破脸的人太多了,明明看透了很多人却不能轻易翻脸,对讨厌的人和事物出微笑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恶心。 十五,没有旅行的生活,只能称之为生存,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,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,一次为说有就走的旅行。 十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道时光的含义,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珍惜,这世间并没有分离与衰老的命运,只有肯爱与不肯拒爱的心。 习慕容,十七从今天起,做一个简单的人,不沉迷幻想,不永远自扰,不浪费时间,不沉迷过去,不恐惧将来,趁阳光正好,趁现在还年轻,去做的你想做的,去追逐你的梦想,是把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,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, 不会因为身边人的来获走损失生活的质量,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,来得更有底气一些,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。 十九,不要急着让生活给予你所有的答案,有时候,你要拿出耐心等等,即便你向空谷喊话,也要等一会儿,才会听见绵长的回音, 也就是说,生活总会给你答案,但不会马上把一切都告诉你,二十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,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,生命中最难的阶段,不是没有人懂你,而是你不懂你自己,你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